大家好,我是方青松 在上一集說到 長澤亞美從2011年到2016年 雖然陸續拍戲 但始終沒有令人驚豔的代表作 我想不只是長澤亞美 許多年少得志的演員 到了一定的年紀 都面臨無法超越以往的困境 在這期間 長澤亞美並沒有放棄 如2011年的月冰封救援 講述登山救難隊的故事 長澤亞美飾演救助隊的新人 追名久美 一直對父親的遇難耿耿於懷 在高山嚴峻的考驗下 逐漸成長 2012年的分身 改編自知名作家 東野貴吾的小說 該片探討生殖醫學倫理 劇中長澤亞美一人分飾兩角 片中的橘子 為調查自己出生的秘密 遇上和他外表一模一樣的雙葉 進而解開複製人的謎團 2013年 長澤亞美來到台灣拍攝 流氓蛋糕店 敬業的他在拍攝期間 每天練習中文超過9小時 不但要記住中文台詞 還要有自然的演出 讓本來以為需要配音的導演 對他刮目相看 也是因為來台的機緣 認識了吳宇森導演 促成了之後 與金城武演出電影 太平倫的機會 2014年的神趣村 是我覺得在長澤亞美 成績起源中的一道清流 在日本山林的美景中 刻畫出古質的生活 長澤亞美全片以素顏演出 騎著重型機車 帥直的個性 令人印象深刻 片中一幕長澤亞美 帶著只穿丁字褲的 冉骨姜泰 往山上衝 更將影片帶入高潮 這些影片雖然都不錯 但似乎都沒有太大的突破 即便如此 長澤亞美還是保持著敬業的精神 持續的在各種戲劇中演出 我想這也是她自我探索的過程 2017年長澤亞美 試著以音樂劇尋找突破口 在小酒館中擔任女主角 在這部日版百老會改編劇中 長澤亞美不僅一改以往形象 走起了美式撫媚性感路線 並從一年前就開始苦練歌喉 為了給觀眾展現華麗的視聽饗宴 可以說是拼上了全人 在同年的電影《靈魂》中 長澤亞美跌破眾人眼鏡 飾演時而溫柔婉約 時而凶暴狂野的至村妙一角 此時她心底狂放的靈魂 似乎逐漸地打破了多年的禁錮 雖然已經不是當年甜美的凌家女孩 但在多年的淬戀後 長澤亞美成了貨真價值 能夠升任各種角色的演技女王 不論是半美、半寵、或是瘋癲 她都能駕馭自如 如2018年的日劇《信用詐欺詩》中 長澤亞美所飾演的打子一角 充分展現她多變的演技 時而賭場女老闆 時而空中小姐 時而考古狂熱分子 雖然在片中不難看出 歲月在她臉上留下了些許痕跡 但她精湛的演技 讓戲劇更富有張力 讓你的眼睛不只是注意她的外表 更是將觀眾帶入戲劇的本身 並融入其中 在採訪中 長澤亞美坦言 在演藝的道路上曾受壓到透不過氣 一度想要放棄退出演藝圈 但那時的她不願給自己設限 當自己克服了這些低潮後 就有勇氣去迎接更困難的挑戰 她說 在演藝圈中 一旦過氣就會被人棄之不用 早期的她常在意別人對她的評價 但她現在很清楚 人生最終是屬於自己的 別人可以放棄你 但你絕不可以放棄自己 放棄自我的人是最愚昧的 現在的我只想拿出更好的作品 只要有這個信念在 我就覺得自己能走下去 人生道路漫長 或許這世界沒有所謂絕對的成功 但卻有絕對的努力 一件事情無論成功與否 只要你付出全力 就一定會有收穫 我想能為你人生打上分數的 就只有你自己了 因為你知道你曾經努力過 曾經奮鬥過 也許別人看到的只是結果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些經過的痕跡 希望我們都和長澤亞美一樣 克服人生各種困難 找到自我的信念 勇敢的走下去 我是放心松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按照我的頻道 發給我的頻道 賞